都放下 禁堆 周圈啊 怎麼一會半就回家就怎麼垂頭散氣的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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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兒今日吃85度C 買衛豐蛋糕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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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蛋糕很好啊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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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怎麼了呢 店主人靠我傳播理論 说若是打不出来便不卖 还说我像个传播般是一样的活着 有什么意思 这赖皮疙瘩敢跟我家比传播 小军来 阿爸教你一点 看你有没有天赋 讲到传播 我们头一个会讲到那 始祖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 他在书中提到这个说服的三大要素 分别是说之以理 动之以情 无之以理 哇这番话可是真牛逼 当时希腊的小伙伴们全惊呆了 哇我也惊呆了 接下来则是西瑟罗承袭了他的衣钵 西瑟罗也是个聪明的小帅伙 发表了这个明文侠尔 无人不知的语音纲 构思 组织 语言风格 记忆 口语表达 哇这人可真厉害 嗯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学会了可就不怕被蛋糕老板欺负了 这么厉害啊 那我要学我要学 好好闺女 咱们先播一段屏幕广告 方便理解 雄心的求爱本能常令人目眩神女 但太超过也可能带来反效果 还好你有更科学的iPair交友APP 想谈什么恋爱都能超展开 滑进爱情好简单 晓得了没啊 好闺女 不懂啊爸 我就是一个无知的女孩 哎呀 看来你的天赋还不到家 传播有四个比较重要的要件 分别是讯息 来 芝麻 解码 不愧 咱们先看啊 在这部广告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那西装小伙子的非语言芝麻 清楚 但太直接了 让对面的红色衣服小鞋姐之下的那是瞪鼻子 都快把眼睛挤一块去了 是我就吓呆了 那西装小伙子可真害人 若是以客观曲径说明 咱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这个屏幕广告中 有许多部分与自然的这个运作相同 像这个公孔雀的发春 就是一个追求的意象 所以啊 这导演把西装小伙子比作公孔雀 还有一个说明方式叫做权势曲径 这权势曲径可就稍稍复杂了一些啦 就是说 这广告把这年轻人比你成了公孔雀求偶实的意象 用来展现这名年轻男子召集求偶的样貌 这就展现出了男人又想引起注意及爱表现的意象 好了 现在都学会了吧 是啊 学会传播里面的感觉真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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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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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